星fried監督 星期景 Hello 又是我娟姐 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幾個 我很擅長的廚家菜 其實我爸爸來自雲南 媽媽來自武漢 我自己不知在哪裡出生 所以其實全部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就是辣酒煮番鵝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 材料都不少 重量介紹一下 紅洋蔥 薑 紅蔥頭 蒜頭 八角 麻辣花椒 辣椒乾 蔥和芫荽 最後放進去 這是花蘿 小小好吃 這是麻辣醬 這是豆瓣醬 玫瑰露 夠香 這是Sake 日本清酒 還有花雕 辣酒煮花蘿 其實材料比較多 但是自己煮 是比外出很多好吃 因為外出吃 我經常覺得 酒又不夠辣 又沒什麼酒味 當然 他又不會用很好的酒 你自己煮 當然可以用你自己喝剩的美酒 這樣來煮就好吃很多 而且又不用太油 對吧 一開始 我們用一個鍋 加點油 然後 我們把 剛才的辣椒乾 麻辣花椒 和八角 放進去 爆香 八角不用太多 其實兩顆就夠了 花椒多一點 它的麻辣味會比較重 花椒多一點 它的麻辣味會比較重 都很容易燒 所以要小心點 看著它 放進去 好了 爆到金黃色香 之後 就可以加上 薑 洋蔥 蒜頭 紅蔥頭 放進去 好 接著 你就要加醬了 這個 豆瓣醬 一大匙 麻辣醬 再大匙一點 不吃得那麼辣 就不要加那麼多 但是這個辣酒煮花蘿 不辣 是沒有感覺的 繼續爆香 好,加了醬之後 就可以加我們的主角花蘿了 其實告訴大家 這一刻 整個室內的空氣 都是麻辣花椒的味 然後其實大家 如果待會 真的聽到咳嗽聲 打嗦聲 我覺得不要停機了 這個反正是實況 好,接著我們炒了 炒均勻 花蘿要洗乾淨 用一些 在水裡 用粗鹽散一散 因為那些殼裡面 是有點散的 散一散 它就會乾淨很多 接著現在 蘸酒 玫瑰露 花雕 Sake 炒均勻 打斜它 看看燒不燒得著 把多餘的酒精 燒了 它就沒有那麼辣 那種味 由於現在 都真的非常辣 所以通常怎樣 令辣味中和 我們就要加糖 但就可以最後才加 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雞湯 或者水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關燃燒 煮 15分鐘 15分鐘之後 哇 螺子已經熟透了 然後最後 我們就加一些芫荽蔥在上面 在上面 這個辣酒煮花螺 就完成了